魏无羡问温宁知道什么,温宁说,我只是听说公子被江小宗主杀了,后面什么也不记得了。 魏无羡拉着温宁手上的铁链看了看,说道,看来得找一把仙剑砍了。 魏无羡说道,不由地想起了蓝望鸡的避沉,他醒了后,总会不经意间就会想起那个声音说的蓝望鸡对他一往情深,开始还有些许不信。 现在他心里却有了隐隐的期盼,这要是真的就好了。 公子,公子。 温宁看见魏无羡捏着铁链愣神了,连叫了几声。 哦,温宁,有个事情我要告诉你。 魏无羡刚要说阿怨的事情,突然一道道尖叫声响起,还伴随着一阵乒乓乓的打斗声。 走,过去看看。 说着,魏无羡和温宁向着打斗声而去。 两人躲在树边的灌木丛中,看见一个武藏多高的石像追着世家弟子到处乱窜。 五天女。 温宁说道。 你认识。 我齐荒一脉的祠堂就是在天女祠后面。 温宁说道。 不好,阿怨有危险。 魏无羡说道。 啊,阿怨。 阿怨还活着。 温宁急切问道。 被兰湛收养了,现在来不及给你解释。 温宁,你去拦着五天女。 魏无羡说道。 温宁闻言,立即飞身而出,对着五天女就是一拳,五天女一下子四分五裂,变成一堆碎石滚滚落下。 上当了。 魏无羡立即意识到了,正想命令温宁退下来,可是已经有人认出了鬼将军。 于是百家弟子立即向着温宁围了过来。 毕竟若是有人能制服温宁比制服五天女,更会名声大噪。 鬼将军可是仪陵老祖坐下的最强凶势。 温宁一直避着蓝氏弟子,因为刚才魏无羡说阿怨被蓝氏收养了。 这么多蓝氏弟子,温宁根本就分不出来,而蓝氏弟子修为又是百家弟子中修为最突出的。 温宁投鼠忌器,竟然与世家弟子僵持不下。 魏无羡只好拿出笛子,命令温宁赶紧突围离开。 这里有蓝氏、江氏、金氏等世家弟子。 想必韩光君、江婉淫还有其他县门之首就在附近,若是让他们看见温宁,温宁刚脱身又要被抓了。 突然魏无羡的后背撞着一个人,转头一看竟然是对他一往情深。 又帅得人神共愤的蓝望鸡,魏无羡咽了咽口水,吻了吻心中的激动,继续吹着笛子。 当下首先应该让温宁脱困。 果然,温宁听了指令,立即攻破一个缺口,逃离而去。 魏无羡看见温宁已走,立即一把拉住蓝望鸡,这些弟子都不是温宁的对手,都困不住温宁。 唯有蓝望鸡,他只要拖住蓝望鸡即可,万不得已出卖色相也不是不行。 墨璇与这副相貌虽然比不上原来的他,也算上眉清目秀。 而蓝望鸡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注意温宁,而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魏无羡,不管献设回来的魏无羡长什么样子,都是他喜欢的魏英。 怎么回事,到底是什么东西将你们杀得如此体面,一个尖锐的声音吼道。 宗主,是温宁。 一个门声说道,刹那间,震惊,憎恶,愤怒,不可置信,交错混杂着习过江城的面容。 虚于,他冷声道,这东西早就被错骨杨晖示众了,怎么可能会回来? 真是温宁,我绝对不会认错,而且温宁受他所控。 门人弟子指着魏无羡说道,江婉淫一双性眼闪着怨毒的光,子电被展开,冒着滋滋的电流,好啊,回来了。 然后一鞭子打向魏无羡,却被蓝望鸡一的避沉打了回去。 魏无羡知道他今天必须挨一边子电,因为他要打消众人的疑虑,暂时不能暴露他是魏无羡。 但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挨子电,若真的如那个声音所说,他父母的死。 他今天的一切悲剧都是云梦僵士造成的,那他就不亏欠云梦,反而还要找云梦讨回公道,必须给他父母一个交代,他的金单也得有个明确的处置。 于是魏无羡瞅准机会逃跑。 众人心中嚎叫,自寻死路,江城一见他脱离蓝望鸡护持范围,哪里会放过这大好机会? 杨手一边斜斜挥去,子电如一条毒龙游出,正寄到他背上。 江婉淫心中一片混乱,指着魏无羡,难以置信地道,你究竟是什么人? 魏无羡面上不肯生,心里冷哼道,回来报仇的。 旁边的一个观战者说他是墨玄宇,蓝灵金是金光扇的私生子,因为断袖被赶出来了,后来就疯了。 应该不是魏无羡,怎么看,这墨玄宇与风流倜傥,六亿俱全的魏无羡没法比。 江婉淫还是觉得蹊跷,打算先把人带回去,再细细拷问,不怕他不招。 于是对着僵尸门声比了个手势。 魏无羡立即躲在蓝忘机身后,双手按在蓝忘机的肩头,对着江婉淫说道,你想干什么? 蓝忘机感觉到魏无羡的亲近,还有他说话时呼出的气息打在后脖梗上,一下子就僵硬了。 但是眼神却冷冷地看向江婉淫。 江婉淫道,蓝二公子,你是存心和江某过不去吗? 魏无羡道,江宗主你太热情了,谢谢。 但是,你也想太多了。 就算我喜欢男人,也不是什么样的男人都喜欢的,更不会是个男人招招手,我就跟着走。 你这种的,我就没有兴趣。 魏无羡这是存心恶心他。 江婉淫最讨厌被人比下去,无论是多无聊的比法,只要有人说他不如另外的某某,他就会心中生气,茶不思饭不想,非要赢过去不可。 果然,江城脸都清了,哦,那请问,什么样的你才喜欢? 什么样的?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俊颜,越看越喜欢,越看越心动。 想着他,正好可以借此试探一下蓝忘机,若蓝忘机并非如那个声音所说的,对他一往情深,一定会勃然大怒,那以后也可以摆在自己的心态,不要胡思乱想,异想天开。 而且,以后就算身份揭穿了,他也可以说当时为了弃江婉淫,故意说的,这样也不算太尴尬。 于是魏无羡说道,韩光君这样的,我就很喜欢。 蓝忘机听了心里一阵,但是面上却毫无表情,转头看向魏无羡道,这可是你说的。 魏无羡,嗯。 蓝忘机不失礼仪,却不容智慧地道,这个人,我带回蓝家了。 魏无羡正愣了一下,然后慢慢挪向蓝忘机,靠向蓝忘机,再次试探地说道, 韩光君这是不拒绝我的喜欢了。 蓝忘机没有吭声,但是藏在袖子中的手握紧了。 那韩光君跟我走,如何? 魏无羡继续说道。 好,蓝忘机答道。 蓝氏所有的弟子,还有江婉淫以及其他秀氏都愣住了。 鼎鼎大名的韩光君就这样被墨选与辽湾了。 蓝忘机交代了蓝氏弟子,让他们带着鬼手回去交给宗主蓝西辰, 而他则一路跟着魏无羡往怡陵而去。 吃住都打点得好好的,基本上对魏无羡是有求必应, 连晚上同住一房,同睡一张床也应。 魏无羡更加猛逼了。 他这是真的把蓝忘机聊到手了吗? 那蓝忘机到底是喜欢的,是他这副身子的墨悬语,还是他魏无羡? 到了怡陵,魏无羡就后悔了。 他还不想让蓝忘机知道他是魏无羡, 但是要避开蓝忘机,去打听自己父母和童年的事,似乎有点难啊。 然而正在他挖空心思如何支开蓝忘机的时候, 被一个人修士拦住去路。 莫公子,韩光君,故人有请。 修士说道, 故人,魏无羡想到莫非是莫玄宇的故人, 那他这一去不就露线了? 蓝忘机看着来人觉得似乎见过, 在看他腰间故意露出的玉佩, 立即认了出来,是聂家的修士。 有劳带路。 蓝忘机拱手, 他本来也打算去找一找聂怀桑的, 不过一直追寻着魏无羡, 就没抽出时间。 蓝湛,你认识他? 魏无羡问道, 嗯,故人。 蓝忘机说道, 魏无羡感觉进退两难, 他要是不去, 转身跑路了, 一定会引起蓝忘机的怀疑, 他这要是去了, 很可能就被拆穿了, 这可如何是好?